外島中心 今天是正式港港 因为这过去 因为这双村都没有公优地 可以去外島中心 所以如果是对到这参计 都是要向其他社区来救党地 后来是好感到清水监视观现土地 跟这个国际政府协助 总算是找到这建设金会来订阅 为了社头区 清水严度 跟方蒙准 高车路口的这个所在 就是双方社区 准备来订阅外島中心的所在 社区民族今日都主席在这里 老早姐姐 要来庆祝外島中心的党透意识 这种我们双方的这个职位所 因为我们地方双方人士 一切建议 我们双方没有一个职位所 没有一个外島中心 甚至我们每次选记 就要跟他们救人的外島中心 还是没有变 甚至呢 没有一个我们在江湿区的 一边四大 变成一个地方也没有 社头区中小路易 摔搜双边了 双方社区外島中心 兴建金会的台湾 都做社区的进步 报做360万 管户报做200万 其他报告的金会 这是一个社头区公所 变成金会报做 让我们相信未来 过超半年的完工 如果完工之后 我们就有自己的一个地方 另外 如果里面的设备 我代表这边一定会向上 认真来向我们 管政府和中央 我们在江湿区 更多的经费 让我们有更好的设计 好吗 因为我们毕多村 有我们的社区 青植村也有社区 只是 只有我们这村 双村没有社区 所以我只想说 临近一栋 感觉我们这个庙堂 放到这里 也没有什么作用 不然不能报警 放到家 倒不如 管给我们社区 来做一个外島中心 双村社区外島中心一定地 以前是青植染室的东地 因为双村社区 一直设备到土地 来行叫外島中心 所以在地形人税 建议之下 青植染室也大应关地 今天我们的社区 终于当后 让双村 很快就有一间房子了 双村村丢到修兰 是感谢国家的帮帮 和双村社区 可以有自己外島中心 希望丢完工掉 可以做好社区的面穿 祝福社区的发展 就像是汉丸 下头不得